你也是接了地厅的信来查这悬崖上卡着的客栈来的 岳师兄 你没觉得这地方眼熟啊 不久前我们来过这儿的 这是 哎 这不是那个从天而降的客栈吗 这怎么半个月就成了这个模样了 半个月 不过话说回来 要真是从天而降 那这样子才正常吧 小赵 那个 好久不见 你怎么也来了 没和你余姐姐在一块 跑来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要不然小赵 我带你先去那头 怎么 你干嘛了 拽姨干嘛了 鹰公子 里面好奇怪啊 之前咱们一块过来的时候 这客栈还是灯火通明的 怎么这会儿瞧着 瞧着和闹鬼了似的 哎 汐哥 鹿昭一 你也来了 哎 鹰少主 你拽着鹿姑娘干嘛 怎么好这样啊 没见人就不想和你走吗 这 不是 青哥 青哥 这叫法好听哎 要么往后你便这么叫我啊 偷偷告诉你啊 这是我小名呢 哎呀 各位少侠 怎么都在外头站着呀 大家不都是接了我们老板娘的信 要来查客栈的吗 鹰哥哥 你怎么这般瞧着奴家呀 呃 呃 呃 那个我先先进去了 这什么东西 虫简 这周围的腰是被这虫简控住了 难道是这玩意儿把客栈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这只腰怎么好像是被这虫简吸收了 玉池兄 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外头啊 噓 别说话 你看这玩意儿 哇哦 好大的虫简呐 不知道能不能炸 炸起来好不好吃 哎 方才这还什么都没有呢 就这一滩水自来着 啊 这是 这是 什么情况 她这是被控制了 好像吧 貌似咱们现在出不去了 门口被堵住了 哎 殷少主 你的遥光隐天符呢 快拿来 咱们撤 这 这 咱们还是得救一下吧 有道理 不然我们也没法和寄信 让我们来调查的那地厅交代啊 我们想法子到简边上去 啊 蝴蝶少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原因 原来是简步小心套住了一只大妖 到底还是只能炼化些小金怪吗 你是 是 你们瞧见我了 道夜情有可原 我忘了已至昼夜交替之时 即便是不用灯笼 你们也能瞧见我了 我道院永远都是昼夜交替时 不用灯笼也能看见你 可惜 天光明暗总不遂人意 看得多了 可也会厌烦 罢了 婴儿 蝴蝶拿到了就走吧 别跑 你们到底是 说完孙瓦就跑 也太不 太不把咱们放眼里了 是吧 小招 尺哥 咱们可难找这两个捉蝴蝶的了 蝴公子 你看着陆姑娘 这会儿有把你放在眼里吗 没看在眼里的 有时候可能也是厌烦呢 啊 这 他们仨打算南下去找那捉蝴蝶的成影和刀疤 能见门派人手去调查 鹰怪说那捉蝴蝶的之前死了 这会儿不知道怎么要活了 死去活来的 真折腾 他们仨 英雄 自求多福 我帮你把这个带走 我尽力了 鱼翅哥 依依说咱们北上了 你到底听了没有了 快走 快走 咱们溜出来多管闲事 别被鱼姐姐抓住了 啊 鱼 鱼翅 哪儿呢 就知道你没听依依说话 走了 不是说刀疤本来是拜月教的人吗 拜月教之前建在赫兰山里头 她说不定去那儿了 不会是去搞事情去了吧 之前那拜月教建这地方的 怎么好像一点痕迹都没有 这山洞到这儿就没路了 是个死胡同啊 但依依刚才真看见刀疤了 不过奇怪啊 怎么到了这儿就没路了呢 她哪儿去了 这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人留下来的 喂 别碰 这儿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儿怎么变成这样了 伊伊这是进了什么地方来了 鱼翅哥呢 怎么周围都是冰冻的妖怪 哎 还有个没冻上的妖 什么没冻上的妖 鱼翅哥 鱼翅哥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你看眼自己在说话呗 你现在是只叶痴 都说了叫你不要碰那个奇怪的雕像了 喂喂 鱼翅哥你说什么呢 伊伊要是不碰那奇怪的雕像 我们说不准就进不来好吗 咦 这被挡住了 伊伊过不来啊 对了 鱼翅哥 你看我们这样 是不是和入梦的时候一样啊 都变成怪物了 确实 不过这和你过不来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咱们现在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非我足类 叶痴喜欢推推 试魂鬼擅长拉拽 我们现在当然不同了 所以不能带一挂 这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先想法子从这里出去再说 看样子要出去还没这么容易 咦 伊伊能开玉池哥你那头的路呢 你看那头的法阵 说不定就是维系这片奇怪地方的阵眼 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没看见出口 先去法阵那看看再说吧 去法阵一时半会儿 我再找你 先去法阵一时半会儿 先去法阵一时半会儿 当中的路面 一定要找到我 要以后 我们再去法阵一时半会儿 再找你 找你 第一次 都再找你 这又怎么回事 你在这使得陷阱 你快把我们变回去 是你们开启了机关 将我卷入此中 我赶时间 等不得这隧道恢复正常再离开 你们俩是谁碰了石像 你想做什么 问这个做什么 碰了石像的只要死了 这地方就会立刻恢复正常 不过看来你不会告诉我 那我就只好将你们二人一并杀了 休想破坏此处规则 外来人 在梦境之阵的光湖消失之前 休想用诡计从这里离开 哈 我们有帮手了 照不了英灵也没关系了 预知哥 怪物和英灵还是 有差的 我们先想法子避开这家伙 等那法阵的光消失 我们都恢复原样 才和这家伙计较 结束了 到底还是耽误了时候 小鬼 别再跟着我 我的事和你们无关 好自为之 你别走啊 有事要问你呢 你们跟着来干嘛呢 别打探你们不该知道的事 这刀疤做什么 本来也就和你们没关系 你认识刀疤呀 你的样子看起来好好吃哦 你走 走开 罢了 你不走也走 走 泥条鱼说走 泥条鱼怎么上的岸呢 都上了还想跑 还不送食招来 你是想被游杀还是轻征 又或者 知道了 是想被红烧 别 你想知道什么 你问你问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刀瓦 你自己丢下我断后来着 说出什么来 可怪不得我这条鱼了 呸 什么玩意儿 我还真把自己当鱼了 那客栈内出现的简是什么 是你们弄出来的 刀疤真就只是什么拜月教主的手下 那简和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至于那什么拜月 忽了 让它溜呗 留着也没用 嘴里没追实话 看起来皮糙肉厚也不好吃 再说了 这条鱼是个什么味儿 一一都记下了 跟着味走 肯定能找到刀疤 咱们去看看这人到底火急火了干嘛去了 咱们去看 看大罗 听罗助谷听唱歌 伸手摸解面边似 乌云飞了半天边 伸手摸解小嘴儿 盈盈眼睛下微微 哎呦 哪个孙子瞧爷脑袋 打招爷爷九星不要命 一一爷爷问你话呢 瞧见一只红眼睛的人从这过去没有 要是不知道 你这坛子久就归我了 小的知道 至此向西失误里 过客难归 钓命滩 他上那儿去了 抱着他的老头鱼 什么情况 那摊子眼闭环似 是玉沙包的刑伤救命之所 本来是老子来钱的好地 可偏偏闹鬼 闹鬼 倒像是赶走人的好法子 或许那是他的老巢 细理土匪流寇阴谋家什么的 不都喜欢这么着占地盘吗 对对对 一点没错 女侠懂行啊 俗话说 恶不善鬼 在这渣寨 兵不通路 乡不赶来 抢了就腻 稀了再出 自己的紧 女侠 你喝多了吧 女侠 千真万确 娘戏撇的那毒眼就是个土匪 之前我瞅那人过去 想顺手借点盘缠 好嘛 跟了好一道 没机会下手就打算走 可一转身 咱钱袋子没了 再看 居然到了他怀里那条老头鱼嘴里 娘的 既不如人 忍了 但这太侮辱人了 老子买点酒还得借钱 他会不会是撵走别人 在调命摊召唤那个什么拜月教主呢 他们这种打手都是这样 老大败了 小弟的任务就自动转化为拯救老大 我咋就没这样的弟兄呢 他 他这就睡着了 不能死在这吧 小布点 你摸什么呢 他不是见了酒钱吗 他明早醒了就断片了 不拿干嘛 走吧走吧 给他条活路吧 酒潭子放下 咱们快去调命摊吧 你喊我出来干嘛 无事 就是看看你 让你陪我一起看那个世界的降临 他的影像已逐渐清晰 在他抵达的那一刻 我们会第一时间进去 成为他与这个世界初始的牵绊 这件事已不知做了多少回 我已经腻了 腻了也无妨 这只是延缓你的消散 终有一日会找到办法 让你真正回来 宇迟哥 他真在这儿 等等 还没急 他还没急 你怕死他 他要死我了 esper 我还没怨 就是他 快去 走 他没有欲走 咱们 我爸爸 她的有事要办 就是这么站着看远处 她 她有病啊 我就我老一路来这儿看风景 一不想让她看了 该怎么办 别闹 她那眼睛不定能看见什么东西 我们想法子过去再说 这些机关八成是原本马贼杀匪设斜 用来抢行商的 不可能完全过不去 不然马贼没法取战利品 依依在这儿呢 你在看什么 一路赶过来就为了在这儿看 你拦着我们是想干嘛 为了这一刻 我要第一时间进入这里 不过现在 你也能看见我刚才一直看见的是什么了 那 那张猎戏是什么 天之痕 你干什么呀 你一定有的 你本单是小爱 你来看看